那我们就来正式讲一下 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好了 因为Peter今天有几个主题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照我们的round down来了 好不好 好那个Peter 那个您说您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之前有 有过跟应该是 跟一个台北小粉红的一个网友吧 然后有讲到 就是说他应该是他跟5030的对话吧 讲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是不是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的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为 你应该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去替台湾讲话 然后这样子 那那个Peter 您是说如果吃台湾米 那更应该为大陆说话 是不是 你有一个论述 您是怎么讲的 好的 我想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台湾米 我先说这个台湾米的出处 这是第一点我要说到的 第二点就是台湾米 要给它一个定义 什么叫台湾米 那第三个我就说这个台湾米 这个台湾米其实就是指一个 台湾在台湾省生产出来的物质 物质财户的意思 那这个物质财户都是从哪些渠道来的 好吧 我就从三个方面说 从这个说 我就说我的结论就是 台湾米说台湾米是错误的 应该说台湾米就是中国米 好 我先这样说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样一个说法的出事 这是个政治用语 这独派人士用来抨击外省人的 对 它的意思是说什么 你们吃了台湾的米 喝了台湾的水 心里却没有台湾 心中想的是你们大陆的老家 那隐身而来这个用法当然就成了 长期以来成了独派指责外省人 不爱台湾的这样一个政治棍棒 因此既然吃了台湾米 你又不爱台湾 那你就没有资格参选 不能被选上 所以在台湾 你说 那个Peter 我补充一下 您刚刚讲到这一段我想到一个画面 这应该李登辉当时有讲过 所谓的新台湾人的概念 就是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 长大的新台湾人 当时他跟马英九 然后他帮马英九助逐选的时候 在选台北市长选举 跟陈水扁的那一场 我记得那个肇事大会 当时李登辉就问马英九 你是哪里人啊 然后马英九就回答 我是报告总统 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新台湾人 所以当时就李登辉就把这个概念 那马英九也呼应了 就是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就应该怎么样 好来我稍微补充一下 不好意思来Peter你继续 好你刚才补充那部分 其实那是后来了 更早更早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90年代 当时宋楚瑜要去选台湾省省长的时候 李登辉当时还是看中宋楚瑜的时候 他就说宋楚瑜虽然说是湖南人 外省人 但他是吃台湾米长大的 所以是值得你们信任的 其实他这种话 国民党那时候用这话是回应独派人士 老在炒作这个台湾米台湾水 所以李登辉当时呢 是为了当时的那个台独的思想 还没有完全成形 所以他要保护 对吧 要为这些国民党内的一些人站台 比如宋楚瑜 那个马英九 他说他们也是台湾人 吃的是台湾米长大的 不要因为觉得他们是外省人 就没有资格当选台湾地区领导 是这个意思 对 那么说在过去台湾 过去30多年的政治生态里面 这个用台湾米喝台湾水这个大棒 用这个大棒几乎都是独派 民进党 这是个政治攻击 是用来打击政治对手的 其实所以说我说比如说我们的朋友们 在这个柳杰克这个频道里面 如果说你对方你不同意他的观点 你没有用没有必要用这个政治人物的话 来说你吃了台湾米 就要替把伤双眼后的中国说话 来回击对方 这是其实是不合适的 对吧 你在这里是畅所欲言 不是打选战 这是一个 那另外我想说第二个问题 台湾米是什么意思 台湾米就是台湾省生产出来的物财富 那问题是这个台湾米完全是本省人生产的吗 台湾米就在台湾省过去70多年 就台湾省过去生产的物财富 包括台湾的经济其极 台湾省内的十大建筑 由台湾人民的辛苦 这是不能否定的 但是也有外省人 大陆人 也就是台独人是眼中的 打上双眼后的中国人的血汗 如果你要否认这个 那你就把自己的水平降到了 在高雄那个追打大陆老兵的 那个台独女子的水平上去了 既然如此 其实台湾米是全中国不少的 有省份的人在台湾一起打拼下来的 这个台湾米不就是中国米吗 对吧 所以吃中国米长大的台湾人 像台北的小粉红批评台湾 替大陆说几句好话 有什么问题啊 对吧 肯定有人会跟我反驳说 台湾米就是中国米 喝一件的 你再拿出点根据 我给你大家拿点根据 这样的话说话不能老是 我认为我想象的 我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就没有说服力嘛 对吧 首先为什么说台湾米就是中国米 首先中国30多个省份 哪一个省份全是本省人呢 上海米哪个省份全是本省人 西藏都是藏人吗 也没有啊 不是的 没有啊 对吧 那上海米全是上海人打出来的吗 上海残米吗 对吧 上海的财富 就是上海的财富 对对对 都是上海人打出来的吗 不是 上海有多少 对 对 上海的外地人多了 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 新疆难道都是浓眉大眼的维吾尔人吗 没有新疆汉人一堆 就是嘛 东北还有200多万的朝鲜族人了 当然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嘛 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啊 没有一个省份全是本省人 等一下 等一下批到你的麦有点电 OKOK好了 好来你继续 OK 第二 中国内战在大陆结束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政府啊 退到台湾 是空手来的吗 不是 台独人士会说 台独人士告诉天然都美 讲这些大陆人都是光做屁股的 打着侧脚的 衣衫蓝绿来到台湾的 他们是要饭雷的 是我们收留了他们的 根本没有带黄金和美钞雷 这是台独人一段时间的选择 他们根本没有带黄金的 所谓政府前台带来黄金是骗人的 是我们台湾的米把他们养大的 那这个呢 我这是有出处的啊 台独有这个出处 台独有这个出处 这个有个靴子 有有有有靴子引用的 有本书大陆可以大家可以去看 当然这版本的著作很多了 有本书叫大陆黄金运台史 可以去找找看 当然这种说法因为太违背事实嘛 也太没有良心了嘛 所以独派人士后来换了个说法 那就是对黄金和外汇是来到台湾的 但是不少在运的过程中就花在大陆了 到台湾没用几年就所剩无几 一句话 大陆雷台的北湾军民呢 是我们台湾人收留 你们是雷要饭的 我们台湾米救了你们 这是他们一种说法 那我们总是要拿点事实出来吧 那比较接近事实的情况是什么 大家可以都可以找很多这方面才了 内战打到1948年 第一 蒋介石开始了黄金运完台湾和厦门的行动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当时里面叫徐笨大战 辽省战役 北平那边也被共产党拿下了 所以他开始要把这些黄金运到台湾去 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总量 大家听一下 总量大约为一千万两 那是怎么折算来呢 他这里包含的是五百万两的黄金 还有白银和外汇折合成的这个黄金的数 大概是一千万两 那这个是在 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控制的那个部分 这也就是中国的国库里面的东西 当时还有 当时中国在海外是有存款的 1949年全年为了争夺这个存款在海外的存款 比如说中国银行 还有交通银行在海外的资产 中共就开始和国民党在海外抢夺这些属于全中国 注意啊 叫属于全中国的财富 因为国民党政府当时啊 还是这些海外资产的监护人嘛 对 账户是他们开的 所以银行密码都在他们手里 所以这些海外的中国米 我就用中国米啊 这些海外的中国米到底有多少呢 有三亿八千四百万美金 那个三亿八千万四百万美金 拿到今天的那个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那时候的三亿多美金了 那相当于多少吨黄金 多少万两黄金 相当于640万两黄金 好那这笔钱怎么办 那中共最后其实只控制了大约5% 就是95%控制在国民党手里 那就基本上那相当一部分是带到台湾 当然这里面有些费用啊 有些这个那个美金啊 因为当时要从那个国外银行要取出 会说从外国拿回的时候 那国外也有开始有些管制 所以就让私人转到一些私人的账号里面 就带回国内来 那就说好 就说这些黄金和外汇的一部分 能不能带到台湾 可以 因为台湾省是中国的一个地方 对 对吧 它也有份 是 它也有份 没错 那全中国的财富 它享受一部分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 对 但是把绝大部分的全中国的 国家控制的黄金和外汇带到台湾 是没有震荡性的 那当然了 今天我不想说这个震荡性问题 因为这不是我想说的那个主题 那我不是来批评国民党政府抢夺 本来应该属于大陆同胞的那部分 国家财富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就独派人士啊 谩骂 所以两讲到台湾的北外外省 军民是叫花子 是光坐屁股来的 就是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那 那另外呢 我想说啊 就是随良奖到台湾省的 不光是带来了这些物财富 还带来了大陆的学术精英 这些人不是财富吗 对 对吧 那我问 我就想问一下 比如说那个5030啊 还有1450们 老蒜 你们那个吃台湾米的 我就想问一下 这些带到台湾省的学术精英 难道也是吃台湾米长大吗 那他们在大陆长大陆生在大陆受教育 台湾当时还没有回归中国呢 对不对 对那当时中国中央研究院的多少学者 北大清华术仁大学多少教授到台湾 对 他们也吃了你们当时的台湾省的米长大的吗 他們拿了台灣創造財富社的教育嗎 不是嗎 對吧 日後主導台灣經濟起飛的孫應玄行政院長 還有李國鼎 行政院長還有經濟部長 還有袁家幹 還有現在的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這都是山東人 南京人 其實孫應玄是山東人 祖籍是東北 祖籍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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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南京人 一個上海人 一個浙江人 他們都吃了台灣名長大的嗎 他們不是一直把一生奉獻給台灣米的創造嗎 對吧 所以說這是第二我要說的 就是知識精英 大陸的知識精英 就是全中國的知識精英 相當一部分人到了台灣 第三 國民政府撤到台灣的時候 帶去了全中國26萬噸商船的約22萬噸的商船 全中國的商船總噸位才26萬噸 可能多一點少一點 但是絕大部分到了台灣省 那全中國的黃金外匯人才商船上海的工廠 對吧 整個遷到台灣 台東人士你怎麼可以說 所以梁蔣到台灣省的外省居民是要犯的 對不對 所以重要的是 所有這些全中國的財富為台灣經濟的起飛 為台灣成為四小龍 讓台灣省比大陸早30年脫貧 生產出的物質財富 怎麼能說就是台灣米呢 這是我說的 為什麼你說台灣米啊 你把它政治化就出問題 你不把它政治化沒有問題 比如說很多人吃四川 吃那個麻辣鍋長大的 他本要把麻辣鍋當作一個政治用語 對吧 對吧 所以說你這種說法是錯的 所以我認為你如果你要政治化的說台灣米的話 我就說 準確講你這個台灣米就是中國米 因為台灣省的財富有全中國老百姓的犧牲 有全中國到台灣的精英的奉獻 所以說吃了在台灣的中國米 感嘆幾句中國大陸今天取得成就的不容易 怎麼就成了吃裡他外了 甚至要罵人家 這是不對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跟別人對話 對變的時候 不要給人家貼不要錢 對 不要說你不愛台灣 你是吃裡爬外 對吧 你要想清楚很多問題 那現在我問一下傑克 你爺爺背景離鄉從湖南到台灣省以後 難道沒有工作嗎 我問完 天天 難道是天天打牌看戲喝小酒不用上班嗎 拜託我爺爺是輔大教授好不好 就是了嘛 他吃 他沒有靠自己的勞動 對吧 吃飯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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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以我就說 比如說像傑克你爺爺這些人 包括現在在台灣的國民黨 一定要理直氣壯的 對這個台獨的這些說法 什麼台灣米台灣人是要給他刪回去 否則你自己的這個話語權永遠對這個台獨勢力給把控 當然了 你把話說出來嘛 對吧 那這個還有一個台灣米的 是中國米的最重要的原因 很多人很少涉及 我不知道傑克知不知道我們也問一下線上的朋友 好 台灣1970年就1970年了 應該是民國59年對不對 1970年在有多少外國的駐華大使館在台北 線上有沒有朋友知道聽寫上 就是1970年有多少國家的駐華使館是在台北 不在北京 有人知道嗎 知道的可以寫一下 這個是問答題 我不知道數字 但我知道應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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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的話很多很多 1970年的 台灣就是承認中華民國的 那個為中國合法政府的 這個外國有多少 有沒有朋友知道可以寫下來 我看看有沒有朋友知道 來有講真答 講評是我的簽名照 還有Peter教授的 來來來 但是我知道Peter我知道一定是很多很多 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在聯合國裡面 所以一定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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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個朋友叫做Lion Sean Lion Sean是100多個 還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實際上1970年那一年 這個世界上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 多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對沒錯 當時全世界有70個國家的駐華使館設在台北 70個 70個是非常多的 你想想看台北市如果說一打遍一踢 是使館區那要佔到多少台北市的區啊 台北市很小 對啊 所以這些國家包括比如說美國 日本 當然還有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 當然韓國當時也是 而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50個國家 那你會說 那這跟台灣民視中國民有什麼關係啊 有 我告訴你為什麼有 因為台灣在國際上代表中國 比如說在聯合國這個安理會啊 和那個聯合國大會啊 都有這個中國代表習 那個習坐在後面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 對 我在1987年我去到那個聯合國 我看那個牌子 大會的和安理會的牌子 就是一個字啊 沒有什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國 就是China 就是中國 對 這個中國當時他們那個 我一個人家介紹的 他這個牌子在這裡啊 已經放了好多好多年了 所以我就退一問他 我說那這個1960幾年 是不是還是這個牌子對 就是China 所以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時候 他沒有用中華民國就是China 我就講這句話 那說這個臺灣代表中國在國際上 為什麼跟臺灣米變成中國米有關係呢 是這樣子的 臺灣在國際上代表中國 比如在奧運會上 亞運會上 賽場上代表中國 當然沒有得到很多很好的成績了 你可以理解的 你在國際上代表中國 你是有相應的 這個很重要 相應的政治外交和經濟上的實惠 是沒錯 比如說臺灣省可以走出去 臺灣人代表中國人可以走出去 可以在國際上經商 尤其西方國家 當時封鎖大陸 沒有封鎖臺灣 可以經商可以貿易 而且還有很重要一點 海外華僑新向祖國 在國外這70多個國家 代表祖國是中華民國的代表 所以很多華僑把愛國的心 交到了這些官員的手裡 所以他們的愛國 愛自己祖國 投放到了臺灣 當然華僑回國投資辦場求學 當時主要都是到了臺灣 注意他們投資辦場求學 華僑送子弟到回國 讀書都是到臺灣省 遠遠多於到大陸 所以現在台獨人士說 臺灣不要打理 海灣的4000萬華僑了 別打理他們了 我們要關心的是台僑就好了 我說這個話說的是有點過河拆僑 為什麼 過去華僑新向祖國 到臺灣來投資 很多這華僑可不是台僑 是大陸級的僑胞 可能是山東人 可能是廣東人 可能是福建人 你現在就說我不需要 不需要跟你這些人搭理了 我這跟臺灣省的 在海外的僑胞抬著 所以我一直認為 這個臺獨人士 包括5030們、1450們 你完全有權力 主張臺灣獨立 但是你們主張臺灣獨立 要拿真實的歷史 不要編造歷史 不要用這種過河拆僑的方式 你用這種過河拆僑的方式 你這個臺獨這個事業更難成功 你會激起很多人的反應、反感 那麼說華僑子女 回國到臺灣求學、到臺灣投資 為臺灣的貢獻 在獨派眼裡 好像等於說你們都活該 對吧 所以說代表中國是有相應的實惠的 對 當然華僑比如說到臺灣到大陸 都是回祖國 投資兩邊都行 問題是哪邊代表 問題是哪邊代表中國 它對華僑的吸引力 就會相對會更高一些 沒錯 對不對 那咱們回到頭 那臺灣在國際上代表中國 讓臺灣的米更有份量 能養活更多人 那這個臺灣米還叫臺灣米嗎 中國的一部分的米 所以說吃臺灣米或者說喝長江水 吃湖南臭豆腐 吃臺灣茶葉蛋長大的 其實沒有什麼 如果說一種就是非政治化的一種術語 沒有什麼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如果是把這種吃臺灣米和臺灣水 變成一個黨征的攻擊 打人的棍棒 那就有必要的正本情緣 嗯嗯嗯嗯 對吧 所以我這一段我總結一下 所以說在臺灣的外省人 應該理直氣壯地 說我們不愧疑這塊臺灣省這塊土地 嗯 就像你剛才說你爺爺 那這個佛仁大學的教授對不對 嗯對 他根本沒有說 到了臺灣就躺平了 就光讓臺灣人給他餵吃餵喝的 天天大排看戲 我很辛苦好不好 那個時候 嗯 所以說現在的國民黨 就是因為不敢這樣說 才完全失去了話語權 嗯嗯 好OKOK了解 所以就是不要用這種什麼臺灣米啊 什麼臺灣水 然後來區別臺灣跟中國 其實總的來講啦 能夠長成臺灣米 然後是誰來灌溉出 臺灣米的這個成果 其實也有 也是中國 你不可能擺脫這個吧 很多來自中國的 不管是人啊物啊 人力物力 然後來一起孕育出 臺灣米這個成果嘛 然後再滋養了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 所以其實跟追本溯源的話 你吃了臺灣米 你還要感謝中國嗎 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嘛 就是這樣啊 來源是這樣啊 非常謝謝Peter教授 替我們這個解析 這個臺灣米 也回應一下這個 上次5030對話 這個關於臺灣米的這個部分啊 臺灣米 臺灣水啊 好來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第二個主題 酒精